警车巡逻发现一台千万超跑忽左忽右 行车轨迹十分危险 警方正要上前盘查 超跑却停在大马路不动了 超便停啊 都快睡着了都快撞车了 超跑女驾驶竟然睡着了 车子却卡在快车道 远警叫醒女驾驶将车辆移至路边 堆探中远警发现女子散发酒气 一侧酒侧值高达0.53 女子在酒吧喝酒喝到凌晨 休息到上午开车从市区返回南屯住处 却一路开到20多公里远的神岗区 她身穿黑色T恤外表朴素 自称这台保时捷是丈夫买给她的 最经典911双门跑车 外穿她先生是南屯区地主经济富裕 新存侥幸 酒驾上路车牌被掉扣两年 超跑女驾驶一停到瞬间呆住 回不当初 记者王俊杰黄山台中采访报导